我今意外穿越到凶兽大陆 变成了一颗恐龙蛋 还绝起了无敌净化系 当我破壳而出时 发现身边竟有一条巨蟒 和一群火红色蜥蜴 更恐怖的是 它们好像正在吃我的兄弟姐妹 我这还在新手村呢 就给我整来一只大辣条 这可咋办 赶紧找我越南老表去 我才只是个小龙子呢 还好有位移技能 此地不宜久留 赶紧溜 奔跑吧少年 你越跑我越兴奋 再让你跑39米 难不成我穿越第一天 就要光荣牺牲 无限的净化之路就此夭折 小东西 跑啊 怎么不跑了 启动新手保护 激活一张满级技能体验卡 请问是否使用 立即使用 使用成功 死辣条 看你爷爷的厉害 龙咆哮 过了颗草 这都不死了 以我现在的体格 就算辣条昏过去了 我也破不了他的防御 既然这样 溜了溜了 告辞 小崽子给我等着 我辣条哥可不是好惹的 下次你就没有这么好运了 好险 差点就被大辣条给吞了 臭辣条等着 小爷早晚把你做成蛇羹 激活系统任务 复仇 请在一个月内 击杀金角眼蟒 任务奖励 本命气韵 虚拟神国 任务失败 宿主将被抹杀 一个月内击杀大辣条 开什么玩笑 系统爸爸 我能咽下这口气 真的 咱还是取消任务吧 系统任务 不可更改 那边是啥玩意儿 先过去看看吧 风灵果 繁极一品灵果 灰柚 编一品 三级生物 花叶螳螂 二级生物 常与各种灵草共生 嘿嘿 有道是欲望相争 老鹰逼得利 灰柚和螳螂两败俱伤 正是我捡便宜的时候 该我上场表演了 看你出席 恭喜宿主击杀辉柚 请你成功升级 并获得新技能 器官提取 检测到变异器官 神光鼠目 是否提取 提取 上辈子要有这势力 高考也不至于考250了 哇 又找到了好东西 这技能不错 简直是寻宝力气 是谁 抢东西抢到你大爷头上来了 我丢 你龙爷爷的东西也敢抢 暗影突袭 臭西医 别站住 卧槽 给我站住 卧日 这是什么情况 好端端的丛林之中 竟然有一座金字塔 上面是一尊蛇人雕像吗 竟然有这么多烟锡朝拜 带我开启神光鼠目 看看这群烟锡 究竟搞什么鬼 狗日的 原来那条蜥蜴抢我的白松鹿 竟然是要给雕像做贡品 看来这些蜥蜴 已经有一定的智慧 并不是全靠本能的生物 还有这蛇人雕像 到底藏着什么秘密 这群东西神神秘密的 也不知道搞什么鬼 这是在干吗 祭祀吗 是他 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难道他和蛇人雕像有什么关联 哇 这颗珠子 好宝贝啊 应该是空间宝卧 这死辣条能有这种宝卧 白头应该不小 春天来了 万物复苏 又到了动物们繁殖的积极 山林的空气中 弥漫着荷尔蒙的气息 卧槽 这场面也就印度阿三哥能拿捏了 还是赶紧走吧 不然被大辣条发现就惨了 这大辣条保守估计 也是七八级生物 而我现在才两级 何况这辣条明显大有来头 还有一堆阎西手下 不能当成普通的七级生物来看待 想在一个月内击杀大辣条报仇 简直是难请示领蝶罗汉 难上加难 卧槽 地震吗 卧槽 系统 那是什么玩意儿 路过的寸草不生 太恐怖了 试金火蚁 二级 身体坚硬 无物不吞 部分火蚁 可以掌控火焰 我弟青娘来 这丛林也太危险了吧 人以为巨蟒虎豹就足够恐怖了 连小小的蚂蚁都这么彪悍强和 幸亏我跑得快 不然连棺材都省了 直接被吃个一干二净 对了 如果能拿下这窝火蚁 说不定就能凑足升级的进化底术 看来打败大蚁头的关键就靠火蚁了 火蚁群确实恐怖 无论是非虫术 只要被火蚁追上了 瞬间就被吃得连渣都不少 但是落单的火蚁就没那么恐怖了 看我逐个鸡破 小子 敢来你蚂蚁爸爸 信不信把你花被关掉 好家伙 这火蚁是什么材料做的 刀枪不入 简直震惊他妈给震惊上坟 震惊死了 宿主 是250吗 简直是木鱼脑袋 我都看不下去了 就不能用你的音波技能攻击他内脏吗 对啊 我好歹是带系统的龙 妈的 上辈子真是读书读傻了 哼 小小火蚁 安敢造次 真以为我奈何不了你 恶龙咆哮 恭喜宿主 击杀一只是金火蚁 获得奖励 净化点加25 原力点加200 骨骼强度加12 这火蚁原力充沛 可以提供大量原力 刚好用来刷技能熟练度 于是森林之中出现了极其诡异的一幕 突然在地的火蚁群在丛林之中行进 无数动物四散奔逃 但是在火蚁群身后 竟然远远地吊着一头恐龙 时不时地击杀一只火蚁 你已满足升级条件 是否升级 升级 恭喜宿主升级成功 可选择一种技能 可选择技能有 初级雷电掌控 初级火焰掌控 初级冰霜掌控 眼下主要靠这群火蚁升级 寒冰系技能应该是比较克制他们的 我选择冰霜掌控 恭喜宿主获得初级冰霜掌控 也不知道这个寒冰威力咋样 得找个小卡拉米试试说 嘿嘿 正愁找人试验呢 你就送上门了 大夏天怪热的 龙爷爷给你降降火吧 寒冰明节 嘿嘿 这寒冰掌控果然是一门神技 对付火蚁简直是问中捉王八 手到擒来啊 有这技能 三五成群的火蚁小队也可以轻松拿捏了 升级效率能提高不少啊 嗯 蚂蚁爸爸 醒醒好 千万不要关闭我的花呗啊 不然就没钱给我女神买苹果手机了 哼 小子A 本爷最看不惯你这种甜狗了 兄弟们 让他认清现实 打他 臭蚂蚁 就会以多欺少 看我今天不给你们点教训 恭喜宿主击杀活以五只 获得奖励 进化点一百一十二 原力点七百九十八 这次竟然获得了上百点进化点 收获简直不要太疯狂 看来要不了多久就能进化了 哈喽孙来 哪来的红皮狗 敢动我蚂蚁集团的人 我看你小子闲命长吧 世金兵蚁 三级生物 擅长马家枪法 深得蚂蚁军团统帅马老师真传 同时掌握控火术 玩火技术一流 连兵蚁都出现了 看来已经离火以老窝不远了 就是不知道世金兵蚁我能不能打得过 小的们 带我救你们出来 想不好 行了 你们先回去吧 我来收拾这个红皮狗 YES 卧槽 这兵衣体格大不说 居然能把我的寒冰解冻了 你这红皮怪敢欺负我一族的人 今天就是你的死期 呦呦呦 屈屈蚂蚁 敢在你龙爷爷面前叫嚣 看我今天不把你一头给拧下来 这兵衣有点本事啊 对抗情况下我居然略出下风 看来得拿出点真本事了 不然要被这次笑吧 谈兵明节 不好 这兵衣的控火术 比我的寒冰明节厉害 看来只能智取 利用暗影突袭夺闪他的火攻 待他能量消耗完 再给他一击必杀 就是现在 热热的嘲笑 K.O 恭喜宿主 击杀式金兵衣 进化点加250 原力点加250 火焰抗性加250 啊 系统 你是故意的吧 你才是250吧 你的进化点刚好满了 就问你要不要进化吧 必须的 马上给我进化 那么宿主请开启 你手中的进化系统吧 原力点加坡 不关心 明水 加坡 金兵衣 恭喜宿主进化成功 基于您的个性 默认进化成战斗暴龙 卧槽 可以啊 这身材换在上一世 当个健美先生问题不大 由于进化成功 宿主新增两个技能 雷霆刚爪和契约蒲丛 特别提示 初级契约蒲丛 可选择一个生物定下契约 让他听从您的趋势 蒲丛目标要求等级比宿主低 灵魂强度不能超过宿主 very good 感觉马上有实力 与大拉条一战了 先去火蚁巢穴看看什么情况 卧槽 这是这群火蚁的蚁后吧 卧槽 这群火蚁也太他妈土豪了 用圆金石搭建一窝 这简直是 家里开了螃蟹养殖场 有的就是钱 光是这个一窝 就得花费多少圆金石啊 这是什么宝物啊 居然还有重兵把守 这是超繁极灵木地火源浆 火山口处火焰精华凝聚而成 蕴含海量的火属性原力 可以让宿主的肉身更加强大 好东西啊 怪不得这群火蚁这么厉害 这地火源浆我吃定了 耶稣也拦不住我 我说的 正面进攻的话 就算是孙悟空来了 也得脱层皮 看来此事只可置举 呃 嘿嘿 等着吧 用不了多久 这地火源浆就是我的了 呦 这群臭蜥Happy累了 正在睡觉呢 这不正合我意吗 嘿嘿 嘿嘿 这就是九叶子和欢吧 这个计划 能不能成功就靠你了 何人 感动我足至宝 我劝你赶紧放下 否则休怪我等不客气 当初偷我白松露的 就是你这个屌毛吧 我大人大量不计前嫌 不过这玩意儿 你们想要啊 那就追上我再说吧 嘿嘿嘿 暗影突袭 卧槽 小的们都有了 拳击准备 一起上一定要把这丝给抓住 Yes 臭蜥蜴 这叫风水轮流转 今天该轮到我戏耍你们哦 这是什么 拿去给女王大人看看 放肆 胆敢动我足至宝 没想到这群臭蜥这么快就追上了 赶紧躲起来 何人 敢闯到本宫领地 孩儿们 准备迎敌 在杨斯的谋划下 火蜴群和颜兮群 不可避免地开始了大战 千变兮群 进攻 就在双方打得如火如蜂之际 杨斯却轻而易举地潜入火蜜领地 嘿嘿 这宝贝现在是我的了 是谁 敢偷袭你龙爷 卧槽 怎么是你 小家伙 你很不错 这火蜴潮穴 就算是我也不敢轻易进犯 但是 你竟然能想出办法 让颜兮和火蜴互相交战 结结结 真是不简单啊 这一切 刚好为我所有 少废话 就算你不找我 我也会去找你 既然今天在这 就一并收下你了 系统 我要于以后签订普通契约 符合契约要求签订成功 主人 有何吩咐 召唤你的火蜴大军 替我一起收拾这大辣条 在以后的火蜴大军的帮助 狂死结构 狂强攻击 最终将巨蟒斩杀